接下來看到這個小寶寶 等不及了 提前來到這個世界 花蓮消防局接獲報案說 有一個二十八歲的孕婦 她在家裡頭的浴室 生下了一名女嬰 因為預產期還沒有到 所以一開始媽媽以為自己是想要上廁所 沒有想到竟然是寶寶提前來報到了 然而其實當時的狀況相當的危急 因為救護人員趕到現場 發現說這個寶寶有期待肉緊的狀況 所以緊急把母女送往醫院急救 寶寶哭聲洪亮 臉色紅潤 被媽媽小心翼翼捧在樹上 有人忙著拿期待夾 有人忙著照顧媽媽 這名小女嬰提早報到 在家裡的浴室出身 小心翼翼安置母女倆 因為寶寶有期待繞緊的狀況 救護人員不敢大意 華林縣消防隊接獲報案 有明二十八歲的張新孕婦懷胎 三十七週 預產期還沒到 當下以為自己肚子痛想上廁所 沒想到下一秒就在浴室產下小女嬰 狀況危機 救護人員臨危不亂 細心將母女倆送往醫院 爸爸已經送出一名女性 現在胎兒有稍微幾代繞緊的情況 救護同仁將幾代繞緊排除之後 協助孕婦給胎兒後送 相當喜悅 母子接平安 寶寶撲不期待提前倒來 讓媽媽和醫護人員都相當意外 但能見到母女平安 寶寶健康 讓大家直呼好感動